其實丁蟹效應為什麼會來呢 我想問問大家有沒有人知道真真正正的原因 因為創造丁蟹效應那個 其實就是我的中學同學 其實在1997年開始 香港的金融海嘯之後 不好 蘋果日報和老虎基金都說怎麼開了名 是做香港世界的 他們沽空很多指數和股票 他們發動就算連娛樂版都不放過 那時候我的中學同學就是娛樂版的編輯 接受了這個命令的時候 他就想到有什麼是火鐵吸引到眼頭 那他就說不如做鄭少秋吧 鄭少秋 就說一有氣相他就會跌 那他就叫同事做資料搜集 那些同事做完資料搜集之後 發覺不是一定跌的 那他說為什麼你們這麼傻呢 一套鄭少秋的氣 說以前那些是40集的 做40集 起碼有3到4個月的時間 其實一年恆子的波幅 高低位起碼有5、60% 3個月起碼有2、30% 你只要標示它最高那一點 和最低那一點 跟著你告訴你 從最高到最低有20%幾個 那就是股災 那他就做了一個表 不停地轟炸 說鄭少秋這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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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造成了一個丁蟹效應 然後其他報紙 連財經版也有這一點 再者那個叫做美洪 就用風水指數 和丁蟹效應 就將這件事更加誇大了 所以其實我對傳媒 是有一點點怎麼說呢 我不知道有沒有傳媒的朋友 我有一點點保留 因為他們是比較偏激的 你看回近這這麼多年 尤其是這五、六年 大部分的報道 說這些成交 全部都是天價成交 天價成交 是說這個世界全部都是crazy的 那我就反覆這樣想 一個人去買一千萬的物業 八百萬的物業 他們要給的首期 要給成三成 二、三百萬 如果他們都是這麼place的 那其實所有屋苑 都是精神病犬來的 你想想是不是 即是他們要給這麼多錢 去買樓 但是他說他都是瘋的成家 給一個 只是現在的傳媒的同業員 他們的質素普遍是比較低的 去批評一些有錢去投資的人 我覺得好像對那些 給得起錢投資的人 好像不是那麼公平